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凯先生来为我们展示一下 正在演练耀子拳的 是武当松西派的第十三代传人 李凯 揽扎一启示动作之后 就是一个耀子展翅 接着是左右太极掌翻打跌 在八卦步中完成解锁手 探手 捧手 一系列短打技法后 一个耀子穿铃 进行耀子拳特点 整套拳演练起来 清明奔放 缓急相间 挤入耀子铺时 缓如油阴祥天 一朝一世 世事相承 缓缓相扣 翻转凝果 形如太极 在走化旋转中 连绵不绝 这套拳最大的特点就是 我们用几个字来概括 就是圆旋 连柔 我们就讲究到什么 圆童火变 它的对身法步法要求特别高 就是不像一般普通的拳那样 它在行弓走架之间 体现出阴阳的变化 这个近期的鼓掌 耀子拳拳法套路又分为天盘和地盘 其中天盘又叫正义拳 对盘叫鹅拳 鹅是一种经过捕鸟人训练 专门引其他鸟入聋的鸟 这套拳由明代那家 季季大家张松熙所创 在明代抗窝英雄七季光所著 《季孝新书全经节药》里就有记载 证明这是一路十分古老的拳种 后来就是专门林母府是《张松熙传》里面也详细了记载了 张松熙是尹人 这个死与生 生死三老 这个后来传到就是 在清朝的时候 因为有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个拳呢就是在民间就是尹中 所以你们就是说平常人呢 基本上就见不了也很无缘重学于这个松熙列架拳 到了这个解放后 在国家主席顾留心 在通过一次武术观目会上 发现我师父演练的这套拳与他曾经 学的这种列架拳非常相似 就借这个机会 就对松熙权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 才把这个松熙权 那个问女 就是公诸于世 李凯的师父就是武当松熙派第十二代传人 游民生 这是一位武当松熙内加权大师 生前对松熙内加权进行过系统的整理 出版有许多武当松熙内加权专著 我师父曾经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做三四二四绝命拳 三四二四绝命拳里面 就是把七级光锁度的全景三四二四里面 每一个动作进行松熙权的对比 它的就是我们就是渊源在哪里 然后这个动作 积极动作是怎样去运用的 这个对比出来之后 就是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 全景三四二四和松熙内加权 有非常深的渊源关系 七级光是一代武术名家 耀子拳被收录进其拳金三十二世 说明这套拳法在忌击方面有过人之处 事实上耀子拳的确有很鲜明的忌击特点 其主要风格就是以静制动 后发先制 趁对手率先出招 就力掠过 心力未发之时 寻找对手薄弱环节 出招致敌 在击打的过程中来讲 就城市敬礼 散金桥取 拿鞋扣卖 就是专制对方的一个薄弱的环节 它运用的技巧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窝里血 力血 所以说它就可以做到是犯载硬手击破 一打手啪 就可以让它跌出去了 耀子拳攻击对手的技法 多用反金背骨 抓金拿卖的擒拿跌打之法 反金背骨是一种反关节技法 在实战时运用吞时运用将对手关节脱臼 或韧带撕裂 失去应对能力 皮革很自然的 一打怕 这地方就是一个血池血 血位 所以我们所谓的就是打一些技巧就在这个地方 你打这个地方非常疼 一个血位 我们的一个手的棱角怕 一轻轻一敲 这个敲的时候用的就是我们内家的所谓的就是 到发镜寸镜 两句里发镜 一发镜他一出来他在这 在这个地方下去 二十个他去反抗的时候他很困难 那我这时把他使用的反关节 然后进身的时候加上一个走法 抓金拿卖 就是所谓的点血术 松西那家十分熟悉人体的要害部位 以一指一抓之力击打对方要害 致对方于绝境 你一拳打出来随便打一拳 我就这样 你看 你领身的时候我就进 啪 过去 他若一旦防护 我就顺势一个拿进扣买 他就下去 扣在哪里 扣在我们这个这个地方 在颈部的这个位置上 同时我的手移动 一个合进 那就是这个 在我们中间就一个这个动 在搏击中 称对手推拉 挤靠踢打之势 因是称变 给对方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运用时 要求充分运用身体的 翻转凝果 走化旋转 这就是凝果 出来 一个出来一个身法 还有在行动过程 为什么还要讲究步伐来 步伐来就走圆 那我们一个边部探手 一出去走 一探手 过来凝果 扯上步 就是粘连 随着就走 要出到松柔绵 才能够迅速的 还有同时配合步伐 迅速的就是提进对方 在提进对方的时候 我们要使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就是说很非常灵活的 像水一样的 可以轻轻的移动 上一下 就是说我们讲一个整体 整体的一个配合的效果 积打效果 不是说单靠一拳 那这一拳打出去 没打中 我还有肩 还有肘 还有胯 还有席 还有足 就是我处处可以积打 那么在这样的积打的一个效果 就体现相当于是一个圆 我怎么滚来滚去 我都有一个力点在拔你 你记得我任何个地方 都可以传递到我每一个地方去 这样的化解你 像他这样就可以 阻挡一个就是 我遗留甚强 我不需要用太大的劲 我记你的劲 来还击你 这样就是把这个对立的一面 展换为有利物的一面 在战术上 耀字拳将球闪金巧取 虚虚实实 哄幼相间 在虚实相间的招式中 或哄或幼 或探或打 或拿或跌 或踩或牵 或挤或靠 你看 这个截手 这个打是可虚可实 也是体验虚 这个也是虚 但是也是实 它化解过来之后 我一个反手出去 这下也可以变为实 它就是运用起来非常巧妙 虚即是实 它这个就是循环的运用 所以让对方很难捉摸 它的真和假 哪刀是人哪刀是假 它很难去判别 不过 针对不同的敌手 耀字拳天盘地盘各有侧重 天盘舒展洒脱 清洁名利 侧重于步法练习 适合于群体大战 我这个时候 冲着运用我的步法和身法 就是迫位积极 我就逼起你的强母的攻势 以身法来化解 这个在实际上中 就是运用的非常巧妙 就是说 我也可以给示范一个天盘的动作 你看 如果它一拳 来说我们就是一天盘的身法在走 走 一下就出去 就是不宜对方硬抗 还有很多身法 比如编布探手 一刷 我就从这个绕出去 再转过 那一下 这处处都是 这样走 那就说这是一个简单的打个比方 真运用的时候 身法要求特别快 非常快 身法 我也打了 我马上就跑 因为天盘在身法布法 要求高的原因 就是我打了就走 千万不要在乎 马上在后面去 要逃出他们的包围圈 地盘多用情拿跌打之术 手法细腻 身法严谨 吞吐凝固 捏捏几话 适合近身短打 地盘的话 更重要的就是 手法 步法 身法的运用 就是我们这个 在打的时候 也有很快的动作 因为就是在 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面临多少的 这个积极的对手 那尽量的保存自己的体能 那么就是在最快的速度 接到对方 药子拳 是古人在长期运用中 总结的积极拳法精药 实战之中 尽显神威 药子拳 是武当松西那家 高级拳法 练习这套拳法 自然得循序渐进 尊崇拳道 由简入繁 成为上东辖三盘的训练 从上部中盘和下盘 每一盘的练法都不同 这样你真正把三盘分开练 最后合起来 就是说我们的 道生一三二生三 反过来就会一 这样就才可以 真正的把这个拳练出来 就是说练成我们所的 自如自刚 回归道家所追求的 这种自高的境界 天然合一 药子拳分为天盘和地盘 它是融合了咱们松西拳所有的精华 具有很强的积极性 同时也是体现了咱们 道家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哲学思想 是一套不可多得的